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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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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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可能跟病人这么说 我觉着你怎么怎么样 我觉着你应该怎么样 你能不能去 因为要跟病人确定一下 尤其是你写的东西 写医疗报告的时候 我感觉他不太好 我感觉他能听懂 你不可能这么写吧 那这应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说这个病人 然后你们的直觉很好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他实际上是一个视义症患者 他可能也会有些真心障碍 但是不是说我们的AD 不是说男儿子海默症 他也是视义症患者 那第二个病人 是一个勾引障碍患者 那么这两个时候 我怎么去见别 同样的病人来了 是吧 然后如果说极端情况下 那么第二个勾引障碍患者 那我如果用了一些 视义症量表给他评 那么我评的结果一样 是口语不够清楚 那说明他 但是你是一个误评 就你评价是有问题的 就你选的量表就出了问题 那么如何去选择这种量表 就是勾引障碍 视义症如何去鉴别 因为我也跟 我也跟SLP聊过这些问题 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这种答案 只不过是我觉得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 就通过这种听听解 去给他去评价 然后后面我会讲一下 如何去评价 这个是赖子上我讲的一个关于这种 WIB的评定 我们说从经典的分类来说 把这个视语症分为这种 八种类型 完全性的视语 Broca Warnick 命名 经病症症和经病症的运动 经病症感觉 传统性的视语 这经典的八种类型的视语 然后我这提一个问题 然后你们可能 因为你们可能是学文科的 然后对数学不太了解 2的三次方你几 2的三次方 8是吧 没问题吧 那你看这也是八种视语来行 它实际上用一个 流畅性听听解复书命名 它用四个维度去鉴别八种物品 八种分类 流畅性听听解复书命名 是吧 我们说应该四个维度 然后你分八种 其实没必要了 其实你三个物就可以了 是吧 但这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情况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即使你 因为现在全世界经典的 这种分类方法 就是这个 就是用WIB 叫Western Affiliatory 让给它评定 那么你评定完之后 你会经常会发现 我这病人 因为我们会得到一个叫 施育伤 咱们有智育伤 有情伤 有个施育伤 就评价他的语言的 施育的随伤程度 还会得到一个施育类型 但你经常会发现 我评完病人之后 没有 都没法对在这里面 就是施育 所以 没有 就是一个施育 它会出一个报告 然后就假如 那个施育伤 多少分 施育类型 假如说完全施育 但是你经常会出现 一种情况 施育伤多少 施育 没了 所以说目前来说 这种施育 我为什么 这边想去 跟各位教授去学习 因为我们想从 你那儿获得很多 关于语言学的一些知识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说 我们说这种 Blocka Wernicke 这种它是跟 定位相关的 目前我们在研究一套 新的这种 序证的评价和治疗体系 我们正在逐渐 逐渐抛弃这个东西 大家 你们都知道 什么叫Blocka 和Wernicke 他们调解吗 哦 OK 他们就是因为 大概18几几年 有个病人叫做 有个病人叫Tent 有个病人 然后有个叫做 神经外科的医生 叫做Blocka 然后他那个 发现这个病人 就跟第一个病人一样 就想说什么 说不说还那种感觉 等他那个病人死掉之后 他进行一些尸检了 发现他那个叫做 额下回那个地方 然后受损了 然后所以说 只要额下回受损 那个受损的病人 然后产生的原障 他们都定义成 Blocka食语 那同样 另外一个医生 叫Wernicke 他发现 他的这个 额上回和 额横回附近 的受损了 所以 那个地方损伤 叫做Wernicke食语 但是 目前这种 MR或CT的技术 进步之后 你会发现 我的病人 很多病人 我的这种 Blocka去Wernicke 没有损伤 他一样可以出现 Blocka去 这种Blocka食语的症状 我可能肌肌也去损伤 对于他没有影响 所以这种 我们是在想逐渐把这去抛弃掉 因为它现在不是特别符合目前的这种影响学证据 就像以前咱们说脑的学说是叫独立功能学说 是吧 这块脑管什么 这块脑管什么的 但后来又说脑整合功能学说 统合学说 它是一个网络 是吧 那么所以说这种 这种Blocka食语来说 它并不是说它Blocka去损伤 Wernicke食语来说 并不是它仅仅是一个内衡和内衡和一个损伤 所以这个要逐渐给它抛弃掉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们 但是我觉得这个SLP来说 它目前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们 如果教授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事情 就从理论学上去处理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这个真的是在 就这个亮表在全球来说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但是它随着这种时间的这种 一些新发病 一些新的技术出现来说 它真的不适合了 所以说 我觉得你们有很大空间的处理 它现在已经改版了 它是这是198几年的版本 然后改了就是2006年嘛 最新版本 然后但是还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单纯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听一眼就听 然后那个说 包括附属的命名和流畅性 然后听说读写去考虑 但这里面没有读或写 就像老师 有些学生我 那需要说 我这病人是一个文盲 我能用这个亮表吗 因为在一些基层的地方 很容易出现文盲 那假如让我们去看你们的拼音 我也看不懂 我也是文盲了 大陆拼音和这里拼音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里没有设计到任何文字的东西 所以即使以文盲来说 用这个亮表一样 却给评定下来 那么 刚才我们就说了 这个诗语症和拼音障碍 你如何去间别 那么看到 诗语症来说 它是一个交流的障碍 是吧 它是主要是由于这种脑损伤的 导致的 然后就负责 负责这种语言的脑区受损了 然后那个 因为我当时 昨天跟教授讲了 那么我一个病人 就右侧大脑 然后几乎 额叶都没掉 都没了 他一样可以 就是说 你问他问题 他可能会跟你很简单的交流 但他可能就情绪比较淡漠 就明显看到这儿 就瘪下去了 就因为要把 我们会把 叫去古败 然后减压 然后会把这个 颅鬼给拿掉 然后把那个 把那个因为坏死脑阻症拿掉 就明显凹下去了 很明显下去了 但他这种简单交流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语言真的很神奇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可能经历是 是优势半球 在左侧 那有一部分 就像我们说 叫惯用手 是吧 惯用手在右侧 惯用手是右手 然后那个 但是优势半球在左侧 这是大概 绝大部分人这种情况 还有部分人的 叫惯用手 在 惯用手是左手 那么这个时候 优势半球在哪里 就优势半球 如果说我的 惯用手是右手的话 那么我的 优势半球在左侧 那如果说 我的优势半球 是左手 那我的优势半球在 没说错吧 应该在 应该在右侧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是吧 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 因为即使 即使我的 我的惯用手是左手 那么这其中 一大部分人里面 我的优势半球 依然在左侧 而不是在右侧 是要什么意思吗 就绝大部分人的 惯用手是右手 然后优势半球在左侧 一小部分人是 惯用手是左手 然后这很小部分里面的人 他们中间 一大部分人的 优势半球 依然在左侧 但你怎么去查 说很好说了 然后那个 我填一个叫爱丁堡 爱丁堡那种 惯用手测验 就用筷子用哪个 然后铅笔用哪个 是吧 那有可能跟 有可能会写错之类的 那有没有从这种 临床上去检查一下 有一个叫做挖打实验 就是从警动脉 然后去 打些东西 然后就把这个 一侧脑袋就给 麻痹掉了 但这个是有 创伤性的 然后我现在 我这两天 刚跟上海一个老师联系 他们想利用一些 视觉的东西 然后去检查 优势半球 我们正在聊这个事情 我想跟大家讲 突然有个题外话 就说你们知道 那个叫耳食症吗 就是晕着不行 不行 因为它有几个 那个小骨头 错位 然后这时候 他们就通过 那个眼镇 就很神奇 然后就有一个东西 你又看着它 它就可以看到出 你的这个骨头 有没有错位 然后你坐在板凳上 然后360度 反正因为它板凳可以 360度旋转 然后那么好 头盗过来 然后调啊调 然后就把那个位置调好了 OK就解决了 对啊 你就用眼睛 就是我今天经历 用眼睛看着它 看一个东西 然后它就可以 通过眼镇了 因为我也不懂那东西 通过眼镇之类的 可以调起来 很神奇 我觉得 OK 这是视觉的问题 那么 那么视觉它经常会导致一些 听说读写问题 那么在 刚才Lady说 在ASHA一些网站上 然后他认为 然后这种症状 视觉本身 不会导致一些 治理的问题 然后但是 然后我觉得 它还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我就 就因为这个问题 我跟一些 其他一些教授聊过 我们对他这个 保持一些 怀疑的态度 因为你经常会发现 一些视觉病人 他都会有一些的 治理的问题 然后它是一种 运动性障碍 然后那个 这个 就刚才那个老婆也说了 它是运动性的这个障碍 其实是属于 这种勾引障碍 那么它可能是运动 就关于语言产生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唇啊 蛇啊 声带啊 各级的异常 那么 那么我就问你 就是说 对脑血管意外病来说 它的唇啊 蛇啊 有问题吗 突然突然拿个专动 把我砸晕了 我偏袒了 我的蛇啊 唇啊 受到影响了吗 那我依然说话 说不利落了 说不清楚了 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想去 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种 因为勾引障碍 分为三种 一个叫做运动性勾引障碍 气质性勾引障碍 还有功能性勾引障碍 听着很诡异 那假设我突然 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了 哎呀 就不会说话了 是吧 这是一种 那么还 因为在 你要在口腔医院 在一些儿童医院 发现这种 唇额类小包包 他们说话也说不清楚 还有就是 你把我砸晕了 然后我变傻了 然后我这个 也不会说话了 我没变傻 但我依然这种 说话不利落 那这三种不同的 那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 前面 第一种来说 你觉得也很神奇 因为医症 搞不懂了 这是可能精神科的问题 那第二种 可能纯恶劣的病人 或者是这种 学生特有个问题 或者这种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 气质性功能障碍 那么脑续管意外之后 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纯舌没有问题了 那为什么 还是出现功能障碍 对 神经出问题 OK 你们很好 哪一神经出问题 它怎么控制出问题 那么如果 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那么如果我一些 面神经受到损伤了 我可能就 我可能就叫 失神经支配 那么那说话的时候 可能就不说 这么利过了 或者有些 自己发言不清楚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叫周围神经 它出问题了 直接控制肌肉的 神经出问题了 那么如果说 你把脑袋砸坏了 那么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但它就属于 中枢神经出问题了 那么这里 为什么要把这 我特别讨厌 有个人把这分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 我上学 我学医的时候 整天和我很多很多书 然后有病 搞那么多 见面诊断之类的 然后后来发现 他们见面诊断 有意义的 就中枢性的 勾引障碍 和这种 我们说周围性的 周围神经损伤的 和中枢神经损伤的 它的机制不一样 训练方法也不一样 就像我说 你可能会 我可能在中枢 神经损伤来说 我可能会把一些 协调的东西练在一起 周围性神经损伤的 别人可能会测证一些 力量 活动度的训练 虽然四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为什么 想跟大家说一下 一定不要把这些勾引 就简单地想成那种 练个发音 然后练个 观念活动度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要把这些观念 改过来 因为有些 像我们说的 三寸不滥之蛇 叫巧舌如簧 这样我可以 舌头可以很快地去运动 那么对于一个病 我当时看到一个 特别明显的病人 就是 我说你把舌头 往左动一下 它动不了 我用那个棉签 或者我把它 把舌头往左拨一下 很明显地抵抗了 就我觉得 拨不过来 但这时候你觉得 它可能运动不好了 或者它可能舌息太短了 然后结果 或许会自己口角 直接舔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您的诊断是有问题的 你光练力量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就需要去 进行一些协调性训练 那么协调性怎么去训练 这都很 这都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会下一些节拍器 给病人去练 所以不要仅仅把这种 勾引障碍 就简单归大成为 力量 速度 活动动训练 你要把这些观念 给揪这么开 它确实需要 有一部分需要 可能需要一些灵活性 然后力量 但并不是都是这样的 这是关于这种勾引障碍问题 那么 就勾引障碍和 事与证 它就到底应该是怎么区别 因为我刚刚说了 从听姐去见评来说 是我一个 我自己的想法 我跟他们 我跟美国SOP 我也交流 我他们认可 但是目前教科书上 或者是 没有写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说 上面我讲了 忍障碍和失语症 对 忍障碍和失语症 它是两个 有很多重拟的地方 那么你总去鉴别 假如我是一个傻子 你给我用大baby 给我评完之后 问我一些问题 我也不懂 那么你就计分比较差 你就可以评定完 我有很严重失语 但未必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认知和语言的 这种筛查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做 认知和语言 它是没法去 叫区分开 没法去完全割离开的 我们现在跟他们 在做另外一个 筛查量表 就是筛查 失语症和认知障碍 哪个更严重 我可能这个病人 我可能更加 往失语症方面去治疗 比较偏重一点 那个病人可能往 认知障碍治疗方面 会偏重一点 我们再做这个 筛查工具 其实刚才我说 用听力点去 去鉴别 但是 你们看 如何去用听力点 鉴别 说起来都很简单 其实一旦 做起来 就会很麻烦 你今天好吗 我很好 很好 那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我来过 那你做一下 你叫什么名 那你做什么工作呀 你做什么工作呀 这是一个 这三个病例 都是三个真实的病例 然后你觉得这种情况 他 因为他总是说没来过 没来过 在语言学里面 我们会把它定义成 叫持续现象 持续现象 就没来过 没来过这种情况 那么他听懂了吗 你们怎么让他没有听懂 对啊 但是我问的是一个输入 然后你们是通过 他输出判断的 但他有没有听懂 你能判断出来吗 所以说说起来很简单 下面我讲一个 我特别刚刚那个 他有让我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一个特别棘手的病例 然后这是一个天津是一个中室游的还中室化的 一个大领导 然后退休了大概95岁吧 然后就随便编了一个姓了 他老伴过来说 有问题 然后我就去病房看他去了 然后那个老伴就 因为刚来要跟我们交代一下病情嘛 他那去带我们那个病人 那个我们 他们我们家老爷子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了解 然后我说啊 我这么好啊 然后当时我就去看了一下老爷子 我就觉得 不像嘛 然后后来 但是我也没法跟别人说嘛 我也不能说 你怎么很差 其实我觉得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些脑瘫科 脑瘫科的时候 然后 然后我们最最受不了就是给他们家长说你孩子是脑瘫 这个是我就最恐怖了 因为一旦把这个事情给他说的话 因为脑瘫会牵涉整个一大家庭 爸爸妈妈爷爷男的 有时候爷爷啊 舅舅啊 姑姑姑父都需要去照顾 都需要涉及到里面 所以我就特别惨 这个病人也是 我没法跟他说 我说你很重啊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阿姨你怎么 你告诉我 你怎么判出来他 很好了 然后他 他立马哗哗去抽屉里面 拿出一张纸 大概八张这么大的纸 然后上面写了 他说那个老李啊 你要和疾病做斗争 咱们都会好起来的 咱们这么写了 然后他给老爷的看了 老爷的还真是看了 看着我笑了一下 然后那个他老婆说 你看到能看懂吗 我就无奈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也没法说 他能看懂不能看懂 然后我跟他写了 拿一个小黑板 然后上面写 我说你是老李吗 他指了这个 指了左边是 然后你看他看懂了 我也没说话 然后我就 形成这样 然后 同样给他 个字还给他语音 我说你是老李吗 还是左边这个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就很尴尬 然后说 因为绝大部分家属 是不认可的 然后我们老爷 其实状态不好 没辙 然后所以后来 然后这个是用他姓名 用他姓来去给他指代 还有他的性别 年龄 包括家人 他都出问题了 他即使这种情况 然后老太太 大概坐了两三个星期 他依然不是这个接受 很快走 然后还接受 但是 中间出了一档事 因为对于这种病来说 你让他去恢复 已经九楼碎了 然后一个重度碎了 你让他恢复 成一个口语交流 我觉得是 不切实际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给别人 做一些这种 给他做一些这种 文字的训练 做一些听语的训练 然后病人家属 就不理解 他说那个 他说虽然我们来 是来做语言治疗的 你要跟我说话 然后 我就 我就跟家属做工作 做思想工作 做思想 因为那个老太太还好 他虽然说 因为他都是属于知识分子 他可能心里不明白 心里不是特别情愿 但是面上也 基本过得去了 但是那个 那个病人 他可能有一个 那个病人儿子的朋友 来了之后 就跟我着急了 说薛太伍 你看每天我们来这 做治疗 你不跟我们说一句话 每天跟我们看那些东西 然后我也没搭理他 后来说了两次 他说 薛太伍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只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这种病人来说 他有这种障碍 他可能吃喝拉撒 都是问题 然后他就说 我们只希望 患者能够给我们 讲一下这种 假如说 大便小便 OK啊 然后他说 他说你看 哪怕你用这个 这种四十分钟 你给他练出 大便小便都行了 然后我说 你这真不确实践 结果后来还有一次 他真的过急了 然后我就说 我这样吧 我说那个 我说我坐旁边 你过来 你给老爷子做治疗 他真的过去了 然后跟老爷子说 其实你看着我 大便 大便 然后说了大概好多次 老爷子听不懂吗 就笑 然后 因为老爷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后来又说一个 那个小辈子小辈子 说了好多次 老爷子还没有东西 然后觉得那个人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经常我们会遇到 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形 大家都以为 我们是来做语言治疗的 就想让我们去 给他练成说话 但是实际上 基础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 小朋友 我为什么刚刚说 语言前的认知功能发育 是特别的重要 一个是视觉的 这种感觉 视觉的一个听感 就是听着觉得 但如果说 你没有 因为咱们知道 小孩一开始说话 都会模仿 如果你没有 很好的输入的话 你不会有 很好的输出 所以说听理解 对任何一个 想产生 很好口语的病人来说 是相当的 相当重要的 但是家属 尽量会误会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给家属 做好思想工作 所以说你们 你们就做这个 听解的时候 不要以为 你问了一句 OK 他说你是老李吗 不是 他指下这个 你就像明白了 就你在做听解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一下 你得到一个 正确的肯定答案 同时也应该得到 一个正确的否定答案 这样才能 会准确一点点 其实这样也不能代表 可能会明白 如果多次尝试之后 他依然都很OK 那就OK 没问题了 所以说你在做病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这种 一般来说 我们常见的 视义症样表 我刚刚说了 有这个WAB 有波士顿的 还有那个汉染视义症的 还有一个心理语言学 那么 他有什么 不一样的 前面三个 他都是从语言学去处理 就说听说读写 三个 听说读写四个层次处理 那么最后一个 心理语言学 他会把极其性模块处理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下面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说刚刚还是测听解一样 刚刚那个赖教授 赖教授也说了 那么测听解的时候 我先去说一句话 是吧 我问你 我说你刚好 叫什么名字 然后别人没反应 然后你就说听不懂 所以这个 他确实有可能是 听见有问题 也可能是他的 没有表达出来 就假如你给一个 怎么说呢 就不能说话员 叫哑巴 你就来个哑巴 你跟他说话 你刚好叫什么名字 没反应 他跟人家口语 他说不出来 但并没有 他听不懂 所以说他 如果说这个任务完成不了 他并不 你就认为他是听解障碍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就至少他是一个不完整的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说 听理解 就我们说从听觉材料 到口语 和动作产生 至少需要这个语音分析 语音输入缓冲 然后输入词典 与系统输出词典 输入缓冲 输入缓冲和口语产生 这好几个部分 是吧 那么在中间任何一个地方断掉了 那整条链就断掉了 所以说你要区分开哪个地方出问题的 但我怎么区分啊 你语音分析怎么区分啊 输入缓冲 输入输出的 你怎么区分啊 说起来 我可以很容易区分了 然后我们就 你给我找下哪个问题 让他再练呗 你怎么去鉴别 这个其实就需要强大的一些语言学背景 就像包括语音分析 我们会找很多一些模块 回头发给你们吧 因为这个我们系统里面的东西 会找很多一些语言任务 给他进行测 一些对比筛查 判断他哪个模块有没有问题 朗读也是这样的 就假如说 我给你一个一堆汉字 你给我读出来 然后你读不出来 是吧 你就说朗读障碍 那也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朗读包括至少这几个地方 一个汉字识别 正字法结构 预计系统 输出词典 输出缓冲 然后口语产生 那么任何一个模块出入问题 你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这是比较经典的 后面会讲一些特例 就说 所以说从刚才两个问题来说 咱们可以发现 那么经典用于听说读写 这几个模块去判断的话 那么你的障碍类型的确定 精度是不够好的 那么你的问题点都找得不够合理 那么在做治疗的时候 精度肯定也是欠佳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团队要开发一套心理员学的东西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你看 如果说我说话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进行语音分析 是吧 然后到输词典 到语系统 然后到语音输词典 到语音输缓冲 这套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这是经典的这种语音系统 那么 让他来到书 因为我希望你跟我交流 除了这种听觉书之外 还有一些文字书 然后真正法结构分析 然后文字书 词典语音系统 看起来很好 是吧 其实这看起来 看起来还应该还有一个 就看起来很美的东西 它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我们这些都是单向的 它有没有双向的可能性 是吧 那如果说 就像你给我说一句法语来说 我可能我不懂什么意思 但是你这种复述 没问题 所以说它可能就从语音 就到下面来了 是吧 这个就是语言学的东西 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的东西 所以这块我觉得 你们应该很专业 所以说如果说 有足够的强大的语言学基础的话 我们做这个系统就很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你要想这么东西 你怎么去查 你不可能把每个东西都查出来是吗 然后后来我在我们的传统里面 我就说要先查这个 语言系统 语言学基础应该怎么查 刚刚我也说过了 因为现在已经有明确的一些文献证明 假如说我这个动词 假如这个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这种 有些病人的命令来说 有生命的都出问题了 没有生命的都没有问题了 他们就认为在鱼医系统里面 存储的时候 按照有很多维度 其中一个就是应该很专业 因为它就是这个 有好几个维度 有水果 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 很多种维度 那么这仅仅是一个学生而已 那么因为鱼医系统 我当时查一下 它有好多好多一些学说和理论 那怎么查 我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们只是找到目前当前比较 比较流行的一些理论 以它为基础所查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鱼医系统 跟那个常识记忆 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那个网上找一下 我说那个semantic system 就找不着这个东西 直接过得到semantic memory 所以我就 其实我有时候也很迷惑 那么就是鱼医系统和鱼医记忆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临床来说 肯定没有各位老师什么专业 然后如果说你们能搞定一些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很大 所以我希望就是一起去交流学习 这是它和常识记忆的一些不同点 这个在网上会有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么鱼医系统 因为有些人就说 鱼医系统还说这么玄幻 是吧 然后我刚刚我也说了 大脑里面就一堆蛋白质 然后你怎么知道 它存哪 是吧 你凭什么告诉我 这一点就是存有生命的 这一点就存没有生命的 有些人去支持 这几个部位 这存得是 存得是跟鱼医系统有关系的 这已经被证实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就用一些 因为这个都是他们通过一些 影像学技术去做的 然后你们 你们就是 因为我强大语音学背景 找一些背试 正常的背试 然后再跟一些 因为我们在大陆有一些学校就直接买 我不知道这儿 像学校会不会买那个MRI 但是在学 像我那个跟我一起核端的朋友 他们学校就直接买了 买一个那个核磁 他们自己随便扫 对啊 因为他就说 因为真的随便扫了 因为他是那个实验室的嘛 然后就是有 假设有没有病人 有正常人扫了 他很随意扫了 对啊 但是他们 但是他们这个很有用啊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能跟医院 或者去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可以有很多创新点的 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是上面有一个词 下面有一个词 这还有一个词 那他怎么联系 他就内在一些语意联系 如果说我给病人这个东西 然后我给他连 他连错了 那我觉得他语意是一种问题 是吧 有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 他连错了 有可能是语意是一种问题 所以我就说了 那么他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连错的话 就是这个语系统有问题 也可能就跟这个老师说的一样 他的这种阅读有问题 所以说你要在测读他语系统的时候 不要仅仅依赖于文字 因为我们做那个 我们做那个系统 我们做的系统里面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语意探查系统 就比较简单 用八道题目 八道题目来说 我们有三个模态都有 然后有文字的模态 然后有图像的模态 有听力解的模态 有三种刺激方式 那么我们写的这种 我们要映射规则 我们是认为 如果任何一个模态 它均匀成功率很低的话 我们就说它的语系统有问题 基本上来说这种吞断是 应该可以覆盖大部分的病人 那么有没有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这个病人的听力解 听然后文字和图像 它的模态都是受损了 但是律系统本身是保存完好的 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会有 但是几率很小 而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来说 我们也没法去测诧 所以说我就说 因为我是搞临床的 然后那两个老师大牛 他是搞这种科研的 他们就提出很多这种科研比较好的方法 有时候就被我可能否定 修正一下 你就说你通过这个 擦了病人没问题的 OK 你就说它有问题的 你就说它这个 语系统有问题 所以说是不够严谨的 因为对于症状人来说 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但对于视义症病人来说 你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 所以说你不仅要一个文字的 还有一个图像的 但这还存在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选哪个 很奇怪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选哪个了 然后标准答应选这个 但是我在金字塔旁边 真的没有看到过这个 我只是在金字塔旁边 有些酒店里面有些这个东西而已 然后他们选这个 所以说这个是 这有刚刚刚刚大概前两天 刚刚跟那个 北上游件了一下 他们把这个已经改良了 就符合 就像我说 风车 郁金香 有关系吧 荷兰吧 是吧 但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不知道背景的话 那就没法去联来一起 所以说他们 我们已经本地化了 这个就刚刚我说 那个整个游戏系统 看起来 看起来就说很简单 我讲完之后 有其实还要很复杂 这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 就是你看起来很简单了 但是 实际上是一个 特别特别复杂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这个通路 多了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说一句 西班牙语我还听不懂 但我可以说出来 我这个文字也是这样 我完全可以不经过游戏系统 那么直接 有个句话叫做 秀才读半边 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假如说 就假如说我物体的体 这个字我不认识 我只认识本 就像 因为这里面 还有签上一个 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英语 它们是属于这样表音文字 但是那种汉语 是一个表意文字 那么可能我对英语来说 我看了这个字 我就知道应该怎么读了 但汉字来说 有些时候是这种情况 但有些时候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汉字是一种表意义系统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一些表音的 有有有 那是不是现在目前只有汉语是这种情况 其他都不是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异常异常复杂过程 那么 那有我们在做系统的过程 可能就仅仅这个语音系统 怎么去筛查 我们就讲了很久很久 我们就讨论了很久 那么有些时候 我可能想查的语音输入字典 我单独的一个 我是查不出来的 我跟后几条通路 然后互相加减 然后才能得出这个结果 而有些时候 你真的查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 大家在真的说 在这种做续症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全面一点 不要仅仅从这个听说 读血这个角度处理 因为这个设计面太多了 假如说一个飞词 就叫塔梯 然后汉语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你去往这个语系统激活 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它直接从旁边通路走过来 就如果说 这关于是一个语音和人生 和非人生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压根就不是 就不是语言 加上一个动物的名 动物的声音 因为我们在做这种 听觉分析的时候 如果我不知道 大家那天我想跟你学生 忘记说 就如果用iPhone那个 那个麦克去录音的时候 它会自然过滤掉一些杂音 我当时看到一个 特别最牛的一个蓝牙耳机 就是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 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戴着耳机 我跟 不是我跟了 就它那个里面说的 他们互相通话 就听不到战争的任何声音 就仅仅保留了人生 这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什么美剧 就是它可能录音录了 可能几十个小时的录音 然后去分析 你不可能听几十个小时 什么可视化 它首先 它有种监控 首先看到哪些时候 会有声音波形 然后再把人生的那个频率 然后再弄出来 很快电脑就处理 可能几十或上千个小时 语音很快就处理完了 就可视化分析会好一点 所以说很多这种 比较好玩的软件 那就是你要进行这个 因为我刚才前面我也说了 你要进行语音分析 要切分 你要进行这个 哪些人声 哪些不是人声 都要去处理 因为如果说非人 如果非人声来说 你可能语音输入时间 就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可能会走这小同路 大概我就想强调一下 这个整个这种 就评价诗语的时候 然后不要从那个四个 不要仅仅从四个 围堵去处理 确实 因为如果四个围堵去加减 也可能会得到一些 我们想要的一些结果 但是它有时候很多时候 它是不顾全面的 要从这个图像去处理 那么这个其实还仅仅存在 仅仅是一个从文字学的水平 可能是单个字词 那别再说一旦 上升到这种句子 语法 还会有些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这种诗语证 是特别的复杂 那么这诗语证很复杂 勾音证也很复杂 嗓音证也很复杂 推音证也很复杂 那这种所有都很复杂 所以你们要渗入 让我们看到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